各位好,今儿跟大家聊聊滴滴的事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个写字的人 但是实际上我不全是个写字的人 我应该说更多的是一个生意人 大概在99年的时候 我就加入了一家非常著名的做VC的公司 VC风险投资 这是香港的资金 香港资金 他老板非常有名 这个我就不提示谁了 这家公司也非常有名 大概是在中国 尤其在大陆地区 在风险投资领域 是非常排名在前面的一家公司 我在那家公司服务了几年 你就觉得太累了 这行真的是太累了 挣得多归挣得多 但是一个确实我不是学着出身的 二一个我还是更喜欢写字 第三个太累了 就从03年 就99年到03年 然后03年就离开了一家公司 但是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了解 做VC这行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后来又回到媒体去 后来又出来自己做生意 这个我不是一个纯纯脆脆的一个文化人 我更多的还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介绍完了这个背景之后 我跟大家再聊这个滴滴这事 滴滴这事是具体背后是什么样的博弈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详细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真是不知道 他说的那些东西 就比如说江湖传言 说滴滴 他是把用户数据打包给美国了 这个就完全不懂行 这个不可能 美国本身也不会要这样的详细的这样的数据 那不可能的情况下 你不要讨论这个问题 对吧 而且你要理解 就是中国在这些方面监管 你也不是吃白饭的 你要敢把这个数据打包给美国 就整体的用户数据 敏感数据打包给美国 你就真是把我们国安部门 网安部门当傻逼了 这个我觉得咱们不要去妄图猜测这方面的想法 更多的可能是国家之间的博弈 以及是后边的这些利益的博弈 可能更多一点 我在今天节目最后可能会谈一下这个事情 为什么有些人问 说为什么滴滴或者是包括其他很多这些公司 包括这回被查的什么boss职聘的这些东西 他都要赴美上市 这个我给大家花一点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工作 因为这些公司本身在我们行内要做了一个叫VIE架构 这个架构是没有办法在A股上市的 除非它改 什么叫这VIE架构呢 在我们家叫可变利益实体 也叫做协议控制 就是是这么解释 您比如说 我有一家公司 对吧 那我怎么控制一家公司呢 那我是要成为一套股东 我才能控制一家公司 对不对 您觉得这是一般的老百姓们都能理解的这个商业上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原则 对吧 股份有限制嘛 对吧 那实际上而言还有一种就是这个VIE架构的东西 它呢不通过股权 掌控你的股权 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合同协议 把国内的经营实体给控制住 怎么说呢 这个我给大家举一实际例子吧 这是我原来做项目的例子 那那段时间呢 这国内啊 就是正好对这个媒体投资啊 很有兴趣 对媒体投资很有兴趣 很多的公司呢 在找这种媒体投资的项目 但是呢你要理解一事 就是在中国呢 这个媒体啊 它全部就是刊号报号这些东西 它全部啊都是由国家管控的 是没有资格 你私人公司你是拿不到的 有可能有一两家啊 那个也依然不是完整的搁到私人公司里去 就更甭提外资了 港资也算外资 港资其实也算外资 那在这种状态下呢 那你想投资这个东西 你怎么办 对吧 你不可能直接去找一个说杂志社啊 说OK 我入伍你杂志社 你入不了 国家不允许 它都挂靠在某些事业单位啊 或者是正儿八经的那种公务员体系里面 那怎么办 这个呢就等于是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不我我投资了这个项目 我投资了一家杂志 那我怎么才能够控制这家杂志 我又不能参股啊 我呢就会用啊 比如说啊 你发行对吧 你发行啊 你总得发行吧杂志 你广告吧 你得有吧 OK好 那我就通过一个公司 两个公司 一个做广告 一个做发行 把你的这个所有的广告跟发行 全都给包下来 全都给包下来 你中间就成一杂志社了 对不对 没问题 我再用另外一家文化公司 把这个杂志社的这些人 都搁在文化公司里边去 这三家公司从股权上而言 跟杂志社一毛钱关于都没有 但是这个杂志社离开这三家公司 就什么都甭干了 这个呢用协议 用这个用协议来给他固定住这个利益 你出你比如说 我去复印厂的费用 然后呢 我是市场的费用 你都得从我这走 对吧 我还可以设任何一个公司 让你让你这么走 那就是说呢 我不用参股你 我用各种各样外围的这些公司 给你包住 你中间就剩一壳 我要的就是你那个壳 因为看好我拿不到嘛 对不对 那不能合法拿到 这个就是这个VA架构的最基本的一点 它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的是这个股权 不是不用股权 不参股你 它呢 是直接的用这个各种协议合同 对实际运营的公司啊 进行控制和财务合并 这是这么个玩的 这是我亲手做的东西啊 这个咱甭搬个 那上市 您看现在这个很多公司 咱们一查这些公司 它哪上市的 您今儿听的这公司是上市的 那个公司上市的 你都觉得是滴滴上市的 不是 它那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 或者英属维京群岛 另外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是这样 它呢 在上层啊 要包装几个公司 大概呢 两到三层公司 才能够让它去上市 实际经营 那个公司 确实叫滴滴 但是它其他的 它真正上市的一家公司 它注册在开曼群岛 在它这家上市的家公司 上边还有公司 就是那些VC啊 PE啊 创世人呢 然后这些公共股权呢 这一系列的这个 在上边有一层 然后这边 开曼群岛 注册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去上市去 那滴滴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收入 或者是它那个投资 那些钱怎么来的呢 都是从这边 往这边走的 您理解这事了吧 就是说呀 真正上市的这个 不是滴滴 国内那家公司的名义去上市 它呢 是开曼群岛的一家公司 有可能啊 我没自己看啊 这个呢 就是 VIE架构 让它上市的 来 为什么去美国上市 因为你在中国上不了 这种架构 你在中国是上不了的 对吧 那 为什么 为什么说啊 一定要这个架构呢 这个取决于几点 第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啊 是税务上的问题 因为啊 在开曼群岛 或者是英属维京 这边这个注册公司 税务上啊 有巨额的优惠 你把这个 你的这个收入 你比如说 我现在滴滴这家公司 是国内运营实体 然后呢 其他几个这些公司 都把控住了 滴滴的各个 那个资金的出口入口 OK 这个利润可以直接到那边 那边有巨额的税务优惠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因为啊 他还有一个叫做股权转让 那个东西也是要 也是要给钱的 但是那边也便宜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 我在开曼群岛 有一家公司 对吧 那我要是上市了 我要 我要 我有这一家公司 下面有一家公司 我参股的这一家 要上市了 那我再转让我的股权 在那边就很 就很方便 而且很便宜 手续费什么都很便宜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个呢 是那个 为什么还是 为什么还是这个 就是第二个原因啊 说为什么用这VIA架构啊 是呢 规避啊 外商投资的禁区 您比如说 当时我做那一行 对吧 我做VC的时候 我主要投的 大部分投资的这个项目 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 媒体项目 媒体项目根本就不让外资进的 对吧 那你用这方面呢 你可以规避它 那您可能就问了 说不让你进 你为什么要投啊 这世界是这样的啊 我必须 这个我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 那个 真正不让进的地方 才有可能啊 产生 至少在那个年代 产生极高的收益 我们做VC啊 这一行啊 它 我们所赚的钱 不是啊 那个 说我参股 您 您每年弄利润 给我 比如说 我参股 您15% 您一年赚100万 您给我15万 我就开始拿着这赚钱 那个就傻逼了 那不叫风险投资 您知道吧 这个东西呢 我们赚钱是怎么赚啊 我们赚钱赚两种钱 真正赚钱 第一种上市的钱 第一种上市的钱 第二种呢 是这个叫 就是被收购的钱 对吧 你收购了我这个股份了 这个我赚钱 那个一赚 如果这公司没倒啊 那当然我们那经常是10个项目 能活一个 或者20个项目 能活一个就赚了 经常是怎么着呢 经常是啊 就是说我赔 可以赔好几个 但是我一赚 就赚 就赚之 几十倍上百倍 这个是真的 这是真的 不开玩笑 我可能 我至少是几十倍啊 那个 那不会等那个钱 所以呢 那什么地方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那肯定是 最管制最严的地方才能赚到赚的钱最多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那往往很多时候呢 要避开这个国内 这个外商投资这一方面的禁区 才做这边VIE的架构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 赴美上市有一好处是什么呢 上市相对简单 相对比国内要简单 现在国内我不太知道 因为好久没操作这种玩意儿了 现在国内应该也比美国上市要复杂 牵扯利益要多 这个成本呢 也非常高 其实国内上市成本相当高 发这路眼什么这都不说了 这个东西那成本我都不说 各种各样的人过来卡你一口 要点 要钱 要那个 要股份 他这帮人跟你说吧 他们是属于什么样呢 成事不足 办事有余 让你上市 他们没这本事 但是让你出点麻烦 那肯定有 我们媒体就 媒体圈就有这种败类 你不给 你上市 你路眼什么 不给人钱 报你俩负面 这专门有吃这个的 有判刑的 就是这样的 这还是最小最小的 那大一点的 比如说某部门的主管 卡你一下 你给点股份 你肯定得给 当然他也不会自己拿 他肯定是通过别的人 白手套来戴持 这都是成本其实很高 还有一些什么呢 您看这股市 您就知道 对吧 从美国那块融资 融资量 融资量是挺大的 融资量相当大 所以 您看A股这套 是吧 您去美国 您看这是什么感觉 所以 有中国很多的企业 从能拿到国外的 美国资本市场上的融资 这种VIAE架构 其实是功不可没的事情 功不可没的事情 你为什么到今天 才管制这个VIAE这个架构 开始来管制 是因为原来 这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一个灰色地带里 知道你们是玩的这个 这谁能不明白 您可能你没干这行都不明白 那一些玩金融的 中国人玩金融的 都不是傻子 管制管理部门 他当然是傻子吗 他最起码这些东西都知道 为什么不管你 就是因为你能从美国市场 拿回钱来 拿回钱来 你在国内 你发展你这个公司 那有税收 有就业 对吧 这些东西才是重要的事 所以 一直这个东西 VIAE架构 就没有被真正的监管过 这回突然一下 我为什么说 我不想评论这个 说为什么滴滴会这样 这个很有可能 两个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中美之间的博弈 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 我说的是什么原因 是背后的利益没有全摆平 背后利益没有摆平 这些东西 这个不是我今天想说的内容 我想说的是 王夏跟您聊的是什么 如果这条路断了的话 现在已经有公司 撤回在美上市的申请了 那这条路断了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您想我刚跟您说了 这个中国的 就是说我们做投资的 这一行的人 这个 当然我是前投资人了 那个做这一行的人 他希望的是什么 能够上市 能够让自己的资本收益 是能够几十倍的指数倍数往上涨 那是最好的事情 对吧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这都是一样的 全都一样 资本就是这个 你说它这个造型也好 还是它这是本能也好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如果一旦这个VIE架构 这条路被断了 您觉得我们王夏 我们一些高科技的企业 还有这些看上去 有可能在短期之内无法挣钱的产生正向现金流的企业 还怎么办 能不能继续拿到投资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候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变现了 VIE架构 这个架构 要改成能在A股上市的 重新再做 非常费劲 花个一两年时间都有可能 一两年时间你的上市的风口可能就过去了 对不对 你可能就不行 那这种状态下 那拿这个拿这个拿这个国外的这个投资还能不能拿 会不会就是断了我们很多这些公司的未来的路 这个是值得考虑一个事情 第二个呢 我也为什么理解这个国家干这事呢 是因为很多的所谓的VIE都是原本的 您看比如说您甭管阿里系腾讯系 这个东西它都是国内的钱转一圈回来 怎么转呢 转到外边去 做上VIE架构 我再回国再投资 然后再出去资本这么翻 在赴美上市 他们为什么涨这么快 你让他在国内上市你试试 他们很多项目根本在国内上不了市 对吧 这就是这个道理 他为了把钱摁在国内 大量的你看的说是外边投资的 其实是中国的钱 他在外面流了一圈 又回来了 实际上这么玩了 那把这个东西摁在这 让中国的这个全在这个水池子里 这个钱 这个也是目的之一 所以说呢 这回滴滴这事出的呀 滴滴一家公司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这几家公司被查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现在国际上 国际资本 对你这个能不能再投资你 哪些东西可以投资你 心里是有怀疑的 很多现在那个报道 现在就开始在在做这个 在造这个事了 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个都卡死了 对吧 我不能够再进行你严查这VIE之后 我怎么才能够拿回我的资本利得 那我还要不要投资你 你中概股会不会出问题 你随时一个政策就有可能让我投资血本无归 怎么办 我还要不要朝你吗 中概股夸就下来了 对吧 这个很正常 所以呢 滴滴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无论怎么样 伤害其实相当大 这个伤害呢 不光是这家公司 也不光是这个架构 他伤害的是整体对中国 这吸引外资的一个信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当然你觉得说我中国可以跟全世界脱钩 OK好没问题 这个您随意 好吧 今儿呢 跟大家随便下聊两句 如果呢 我因为离开这行呢 确实年头也比较多了 如果呢 有什么现在跟现有的这个操作方式 有什么不符的地方 那个希望您也可以指证我 好 谢谢诸位